老伇地火都待出火 华先生,老伟地火都待出火 看到刚才首司沙腾的影片 是不是觉得很爽 这是泰国最近逃路顿 最高的一个事件之一 2月18号的时候 影片中的女子去了婚礼大闹 但这也怪不得她 因为婚礼中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 这位政工拿着结婚证书并进行了网络直播 她说她老公是名警察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15年了 有两个孩子5岁跟15岁 之前她也知道老公跟小三在一起 但也是一直忍着 想不到现在直接举行了婚礼 那已经忍无可忍 所以就无需再忍 直接大闹婚礼手撕赞扬 由于是网络直播 一下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讨论 各种媒体也是争相报告 因为新郎是警察 所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但迫于舆论压力 她也通过网络公开道歉 不过她触犯了重婚罪 肯定也将遭受纪律处分 小三也被认责的一个金行炒了鱿鱼 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泰国男人是不是可以娶很多个老婆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信息 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泰国是一夫一妻子 并不能娶多个老婆 哦不对 应该说是单独配偶制 因为去年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 允许同性伴侣进行结婚登记 所以呢可以是两夫或者是两妻 泰国是一个非常发动的国家 那其实现实生活中 确实也有一些男的会有几个伴侣 确实甚至也都生了孩子 那其实除了是正式 后面的都不是合法的 还有另外一个误传 说泰国进度不进市 那这个也不是真的 事情服务在泰国是非法的 嗯你没有听错 泰国法律规定事情行业是非法的 那泰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红灯区呢 还有多人喜欢过来泰国玩呢 其实红灯区的酒吧是合法的 按摩场地也是合法的 都是辞政经营的娱乐场所 但如果服务人员跟客人发生了什么 那他们也不会负责 实际上泰国政府偶尔也会组织 扫黄进度活动 但一般这些经营者 也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而且旅游业又是泰国的一个 大经济支柱 所以一般也就是走个过场 争议之言 避议之言 打击力度并不大 但法律上事情服务是非法的 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哦 因为疫情关系 几乎没有外国游客进来 那现在整个泰国的娱乐业 也是受了重创 关注我 点个赞 来个转发 加评论 那会带你了解真实的泰国 谢谢 再见 谢谢 感谢 百分之言